今天是赵露丝同款花包丸子头 先把所有头发都给它扎成一个高高的高马尾 然后中间给它掏开向外翻拉紧 马尾向下分出一小级用橡皮筋给它扎起来 然后中间偷出个洞向外翻 然后再往后拉一拉再偷出一个洞 再向外翻重复这个动作 它就会变成一个麻花 然后再把尾巴的部分呢 塞进马尾的那个洞洞里 用小黑架给它固定牢固 上面的部分也是一样 全部都固定好 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花包丸子 显得头型饱满 这边呢也能拉高颅顶 然后把刘海呢像这样子 性际连小 贴着发缝去最靠近头顶的一层头发 注意是反手哦 平分成三份 再按照最基础的三股边编发 编一次头发 第二次靠前的一缕 从前面加入一股合并 再编一次三股边 之后每编一次都是从前会合一缕头发 就这样一直编到耳后 再把这股头发按照三股边的编发编到底 先别急着扎起来 从头顶开始一节一节拉松纹理 这样不仅看起来头发巨多 而且侧面正面都可以起到修饰头型的效果 调整完再用皮筋去固定住发尾 前面剩余的头发分出刘海的部分 剩下从头顶开始分成几率 分别从麻花中间的空隙里穿过去 调整到耳后适当的位置 用一个一字夹竖着夹住头发 再扭转角度插进头发里 就不容易露出发夹 又壳上面取几根字带 分段在麻花上绑几个胡蝶结 OK搞定 这个发型就只需要两根皮筋 还有两个这样小小的抓夹 我们先这次行分发缝 然后两边跟绑一个滴马尾 从皮筋中间掏出一个孔 然后把发尾这样从孔里面塞进去 全部塞进去以后 把这个缝合起来 再拿出小抓夹 夹住这个缝的两边 现在有这个小抓夹的支撑力 我们就可以把后脑少的位置 稍微的拉捧松一些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背后开始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能搞定 首先以咱们的耳朵为分界线 前面头发先流出来 后面头发扎一个钢马尾 逆诀就是扎的时候要尽量养着头 这样才容易扎得高 拿出一把小梳子 咱们仅剩不多的头发 一缕一缕 从发尾往发根去倒着梳 这样梳完你就会发现头发变得质多 这样梳开以后 我们只要抓住发尾 中间的部分就不要去动它了 然后把发尾扭几圈 再绕成丸子 因为中间头发我们是刚刚倒梳过的 这样简单绕两圈 就有一个很饱满的形状了 再用一次夹着固定住 然后把刚刚剩下来的这一堆头发 遮住特面图头 绕在丸子上 你看我的长度就是不够绕一圈 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在后面固定住就好 像平时到这一步咱们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头发太短 或者说更追求极致完美一点 可以做一些小调整 如果有这种翘起来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往下压 带白胎一字夹 压住 夹不起来的碎发 比它相伤齐 万能一字夹 夹在后面上 最后用卷发吧 带一下鬓角刘海 你学会了 毛耳朵发型照出来喽 特点要在毛耳朵的位置 先拿出一撮头发 然后把它绕成丸子 只要绕起来 扎住就可以了 然后把耳前的头发先分出来 后面的头发分成扇下两份 把扇链的头发梳顺了一些 然后往前绕 可以用这种小抓夹 也可以用一字夹加入 然后是耳前的头发 记得要留一些对话下来 同样是梳顺了 往后绕 绕到这里呢 就可以用一个下夹子 把它夹住 然后剩下下面头发 全都编在一起 编成一个辫子 可以把它稍微 宠松一点 成得更有问题 然后绕住咱们的毛耳朵 然后用个小家伙夹住 就可以了 这发型就完成了 今天是毛小童童换刷 先把头发中分 控住一点点刘海 然后处出一个小区块 用向皮筋给它扎起来 中间掏开向内翻 然后拉紧 在皮筋头页的位置 把一侧的头发 全部都扎起来 扎成一个高马尾 马尾一分为二 编成马花 然后再绕出完 再把头发分三股 编成马花片 注意看编马花的方向 向外翻才好看 错误示范 向内翻 没有浮动修饰 扁头大脸 真的很灾难 一直编到底 扯成大麻花 再扎起 后脑上 别忘了拉松 最后盘起来 用一字夹固定住 侧面圆润 又有漂亮纹理的丸子头 就扎好了 秋天不想扎发的姐妹 快来试试 这个麻花片批发 先在头顶扎两个小啾啾 然后直接编麻花片 是不是超级简单 首餐党一定要来试试 终点来了 配上我们家长长的蝴蝶姐抓架 可维感一下子就往下来了 先在头顶给它测分一下 在头顶这一个型的分区 和我们的发布说拜拜 接着耳朵上装各取一份头发 用小片银扎起来 再把这个辫子往里面翻一下 耳朵各取一份头发 把所有的花放到侧边来 然后给它翻一下三份 开始把门发变 外面这一份一定要先进去 变的时候是要从前往后变哈 接着耳朵附近这一块 需要给它小红红一点 再整理在前面的一些碎块 已经开始为圣诞节发型做功课了 又是这个蝴蝶姐公主头 扎上直接爆改附加千金 在一个期间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必须 与你俩文字幕志愿者 grill